對方有個短炮的手雷喔 這邊得到情報之後 馬上扔出來 可惜這邊到一個跳車 或全跳車先帶走對手之後 再開啟的一個準心 對手往房子跑了 丟一個手雷之後 應該有機會直接救 丟手雷進去 準備來先清 這應該是小 Oh my God 這手雷太準了吧 因為看手雷 直接把對方給炸掉了 請這邊不用急 等老師來 老師 你不是知道佳馨在那邊嗎 完全忘記了 突然間場上被打成了一個二答案的局面 而且有煙霧佳馨這邊可以瞬間往前推進 丟把提示哥給放倒這邊 完全看佳馨一個人的發揮了 最後邊 被這煙霧出來 佳馨先打掉了對手 一打一 跟丟的一打一喔 而且這個煙霧如果時間夠的話 說不定還有機會來拉 而且丟的血量不好 但是丟要來看 他是不是有想要偷拉 但是佳馨是有發現的 一顆手雷過來 很有機會直接把他帶掉 但佳馨 有辦法精準算到 有他似乎是有看到對手 這一顆手雷 哇 Suppers 這邊會放倒 Brian常常把他救起來 如果是鞠在馬路對面 一顆手雷過來 有機會嗎 他是往哪邊丟 但對方側面刷出來 這部腰式掌握度並不是很好 Brian馬上拉到了 眼皮後方 準備再來打一次 算是打得很穩 結果兩個人同時出擊 好 60G 什麼 要運用著閃光彈 要往前推 這邊的話LIT很難扛 這邊高點來看看 第一波的對決 Coco已經放倒了 直接看了 再一個加薪車子路過去了 Coco兩邊互相交換火拳 又雷炸掉了小七 該不會LIT 逆轉吃雞 投過神就過 這邊真的要吃了 來看Mercy 側邊很關鍵了 但是位置情報 這邊已經露出來 結果現在一打一有打贏 好像在這哪有補槍 是來自Coco的補槍 把門石給放倒了 Winter最後希望 哎呀 穿不過去這個煙啊 Oh my God Oh my God LIT這樣你都贏